羊蹄出摊 色香味巨群 这是香辣羊蹄 小山羊蹄啊 这像进口的就不一定做出这个味道了吧 进口的它吃的口感比较老 这个显得做出来的 这个紧皮都是软糯的 都是软糯的 非常软糯 你们这个羊蹄是短的吗 对 这种只有我们徐州有 其他地方都是长蹄子 所以我们徐州 这种短的其实它更容易代表 就是这东西就是新鲜的是吧 对 我看那种批发市场会有那种长的 对 这样的就是我们徐州本地的 因为这种在外地是买不到吃不到的 对 这种短蹄子 而且看有老的有软的 这种就是通货 哦 你跳回去都是干嘛的呢 有大有小的 挑的就是不赖的 不赖的回锅 对 要重新煮一遍 那种老 蹄子比较老 那一天要多少羊蹄子 一天也不许多少 一天四五十斤 四五十斤啊 对 还有另外还有羊头啥的 我呢 每天就是卖完它 尽量不让它剩 哦 每天都是出锅新的新鲜的 这种卖法呢 我是徐州 我们俩是徐州第一家 对 这个盐子 鲜的做出盐子它非常鲜亮 哦 非常鲜亮 是 这个鲜皮显得非常饱满 我已经看到这个胶原蛋白 这个黏黏的这个口感了 哈哈 是是是 软 非常乱 软烂 嗯 软烂 软烂 三样鱼 三样鱼 一斤称几个 一斤的话有六七个 哦 比较精进实惠 这锅是什么 这锅是麻辣羊头 哦 羊头 对 软的 麻辣羊头 羊头 徐州吃羊头吃得凶哦 嗯 羊头吃羊头吃也比较多 在这个呢是 显的闪羊头 哦 你看这个羊头可诱人 徐州一句话 羊头不显 起来又闪 哦 咱用的全部是显的 北历闪羊头 哦 一年一内的 我知道最好吃的就是羊头 这个链肉是吧 对 羊头 新鲜出锅羊头 你拿呢 看这个东西上看 跟那个羊头 羊头 这个刚出事 老厨人 就有师傅来买了 什么老厨人 你吃便挑 吃便捡 行行 今天六个 没有货 对 没货 今天就六个 这个羊头怎么称呢 这羊头按个 按个 一个大概多少钱 五十五一个 五十五一个 像你们这个店做了多少年呢 我们想做羊蹄 这有三十年了 哦特色主打是羊蹄是吧 对 羊蹄 以前是假的我妈做 我几年三十五 我干了有六年了 哦 三十五是八七年的吗 我八六年了 八六年了 比我大一岁 八六年了 出狐的 出老虎的 老虎 每天几点这个出锅 呃 也就是九点半左右 四点 早上五点半开始做 都是麻辣哈 哎 麻辣了 对 许多人还是喜欢这种重口味 许多人喜欢吃辣 淋上卤子就更入味是吧 对 羊肉焦汤啊 越吃越想 花椒下的还是很重的啊 哎 对 这个羊肉这一块 就适合花椒 这边是这个麻辣香辣的 花椒一定要 要重哈 对 这个东西就你们徐州吃吗 啊 这个北方人都爱着一口 你也喜欢这个啊 像内蒙的啊 甘肃的 嗯 包括河北 东北山东 河南安徽 啊 全国县交了有六百多个新鲜 哦 里面带土地 哎 对 交了有六百多了 那不得了了 山东河南安徽这边学了比较多 特别是河北 河北啊 对 河北那边也吃 学完之后 他们也回去开个这个输出店 或者 那一年能带多少个的 总共带了六百这个 一年一百来个 一百来个土地啊 一六年就开始有来学了 哦 到现在有一百来个了 那里是 那里算把徐州羊头给推向中国了 对 你到其他地方也能吃到 咱家这个羊蹄羊头山 哦 哪边你的土地最多呢 山东 山东啊 山东 他们这个做羊汤呢 还会带着卖哈 对带着卖比较多 你看 这算是有种特色 真的是特别有特色 看着超级想吃 这个盛出来这个跟这个上面那个不一样吗 这种是麻辣的 哦 这个是麻辣的 里面加了这个青马椒 哦 加了青马椒 鲜香麻辣 哦 味道比较足 这种都是带汤吃的比较鲜 这种是香辣的 哦 你这除了徐州人来买还有外地人来买啊 有 你像这个后期呢 河南商业的山东澡庄的 啊 有几冰的 这也有过来开吃 啊 就专门过来 对对对对 专门过来买吃的 嗯 最远呢 有这个 凝下一个 给我推荐一下 我们蓝芳口味 嗯 还是先吃这个羊蹄子 麻辣羊蹄子 羊耳朵 哦 这个呢 是主打的 主打啊 主打 羊蹄子 羊耳朵 哦 羊头我不敢啃 上次我在销片啃过 拿 我吃这个香辣的 跟那个 呃 这个麻辣的一样 给我来几个吧 嗯 好的好的 然后这个拐筋给我来 来两个 这个都是撑吗 啊 对 一样价钱 三十八一斤 那你撑一下 看这个多少钱呢 嗯 三十七块六 行行 给我浇点卤子 过来一大早吃这个重口味 这家羊蹄啊 据说是徐州三十年老店 我们一大早来的时候 正好碰到老板在出锅啊 这个是香辣是吧 你看 它这个炖的 你看这个胶原蛋白 冻的已经超级烂 我们在南京啊 或者在南方吃这种羊蹄 它应该就是冻的 它带长的那个 它这个直接你看 就这种小羊蹄 来尝一个 嗯 一点也不刹嘛 想要用二十斗的大料做出来了 哦 不刹不刹 对 不刹不刹 对 对 对了三小时 嗯 从开始做到输标三小时 你看它这个羊蹄啊 冻的就直接可以吸 它所有这些 你看这些 胶原蛋白已经全煮烂掉了 嗯 这个口感好 一点也不刹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啊 这个是麻辣的 对 麻辣 嗯 麻辣就是多加了麻椒 是吧 对 它这个料 放得比较短 重啊 对 对 啊 这个 是很麻 嗯 年轻人肯定更喜欢吃这个 啃个小羊蹄弄个二锅头 哇 这个生活 徐州人太幸福了 随便下个楼就能买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啃了羊拐 啃了羊蹄 这个羊头 给我打包一个带走 能打包吧 可以 啊 撑一下 撑一下 啊 这个羊头本身不总没买的 刚才啃了羊蹄吃了耳朵 哎 我估计这羊头肯定特别好吃 这一个55块钱 带回南京